臺北市本土確診個案 今天增加三例 除了一例是居家隔離 採檢陽性 另外兩例 有一位是在大同區 耳鼻喉科看診的七十五歲的阿嬤 另外一位是曾經和確診者 在東吳大學城中校區教室上課 而阿嬤和西堤群聚案的確診者 又有診所逐機重疊 由於阿嬤和兩個就讀北投的國中 和國小孫子同住 校方今天都擴大賽監 北投某國中 一大早就有防疫人員 出現在校園 進行大動作傾銷 因為臺北市新增的確診個案中 有一位是學生的家人 就是案18181 七十五歲的阿嬤 她曾經在一月十五號 到過大同區某診所 與桃園西堤用餐確診者 案18051足跡重疊 另一位是案18182 與案18116 曾經在同一間教室上課 但有沒有直接關聯 還有待釐清 只是案18116和18051 都有一位五歲的小孩確診了 而他們就讀同一間幼兒園 就是18051 她帶小孩去西堤用餐 一個小孩是念 華盛頓幼兒園 跟今天公布的18116 他們一家四口的確診 有一個小孩也是就讀 華盛頓幼兒園 那這兩位到台北市 來分別在耳鼻喉科感染 給了18181 然後在東吳大學 可能感染給了18182 所以今天是做了這樣 大概是有這樣的觀念性 桃園西堤群聚擴散到臺北 讓北市府上井發條 公布相關足跡 案18181 在十九號曾搭乘508 以及310公車 案18182 則在十六號曾搭243公車 也到過圓百寶慶殿 十七號到春水堂中正殿 而春水堂中正殿的地點 就在國家音樂廳 因此兩廳院緊急公告 二十一號音樂廳修管一天 春水堂則停業到二十三號 十七號有來到音樂廳的春水堂 大約傍晚的時候用餐 那因為兩廳院在一月十七號 到一月二十六號是國家音樂廳的 年度保養期也沒有節目演出 因此我們目前為了要保障觀眾的安全 我們當然是全動傾銷一日 二十一號臺北市本土確診個案 加三 除了案18175 是居家隔離裁檢陽性 案18181的兩個孫子 分別在北投就讀國中以及國小 而案18182在東吳城中校區上課 校方分別進行的專案篩檢 國小採檢了一百七十六人 全數陰性 國中則採檢三百一十二人 採檢結果還沒有出爐 東吳則是在二十號採檢六百六十二人 全數陰性 二十一號中午十二點前 採檢了七百五十人中 有四十三人是陰性 其餘還在等待檢驗結果 記者綜合報導